打开啊 更换主板需要先开机状态 开机状态才写 开机状态 开机状态 切断电池电源 带电状态切断电池电源 你可以拍在这里 看这个表锡了 这样才能动主板 你可以先直接拍过去 OK 显示断电 然后才能开始更换主板 拆下后尾踏板 打开尾踏板四个螺钉 然后依次拔掉这些线 依次拔掉所有端子 拆卸电源端子 拆卸电源端子 等下啊 等一下啊 嗯 嗯 嗯 你拿这个还是吧 我要把这个 这里可以测写一下 卡扣 松开端子卡扣 然后端子线 线卡扣 这些它们其实可以不拆下来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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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取下主控板后 导热硅胶 保留 然后 然后 这也是导热硅胶 接线注导热硅胶 保留 哦 换新的主板 然后更换新的主板 拿着 拿着 拿着就回来 然后 接下控板后 导热硅胶 保留 然后 这里是打楼不交 接下来 保留 然后再换新的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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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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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齐 摩斯 我再按这每个孔对准了 就可以对准了 给大家 有一个特写 有一颗长的 这个是长螺丝 那最后先把这个 先把电击线装入线卡 这个先不关它 那是测试线 然后把它扣住 听到声音才扣住的 然后按照线长不同 把它给这样制好 绿 蓝 黄 先把鱼放出去 绿 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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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一个扒拼 这两个是方向器怎么 这个没有 这是灯左右部分 这个通道是互通的 要不这个 其他门到时候拆的时候 不用拆这个位置 拆了就重新打胶 这一点可以注意一下 先放红的 这边上放腹脊 这个安全气度会高一点 这些把它长起来吗 穿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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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拆开你 再把这个 盖子 固定上去 这里面四口螺丝 打紧 很快 再把它放在里面 现在一定要不上去 下一个 下一个鱼身 再给它拿出来 再给它拿出来 下一个鱼身 再给它拿出来 来 sam 再给它拿出来 下一个鱼身 蛋糕 在确保女生的情况下 插上街头 正常我还要插一张布的 你来插吗 当然插 插上街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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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螺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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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下再拍一个老鼠 拿下来开机 好